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开一个新片关于菲律宾 那么提起菲律宾这个国家 第一时间呢你会在脑海里想起什么呢 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想起遍布全球的 菲律宾高学历女佣 还有菲律宾的英语老师 那么你再问还有什么呢 可能很多人就说不出来了 那么今天提出来一个问题 为什么菲律宾没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和自豪感 对于菲律宾女性来说 附庸或者嫁给一个老外就会自豪 那对于菲律宾国民来说 没有国家历史概念这么一说的 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聊聊 这个菲律宾女性想嫁给老外 这个五花八门 很有意思 那没有国家这个历史概念 更别说什么民族主义认同和自豪感了 他们没有周边邻居 比如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或者其他东南亚 大陆那样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认同和自豪感 原因是什么呢 源于很多人对菲律宾并不熟悉 我们对他们的历史和政治呢 就更不熟悉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这个视频的原因 不仅是我们其实菲律宾自 菲律宾人他自己也不懂自己国家的历史 因为菲律宾呢 从来没有政治和历史统一过 那西班牙殖民者摧毁了他们所有的古代记录 直到现在也没有留下什么 这和英国人在印度殖民还不一样 英国人只要钱 至于你的历史文化或者什么古迹建筑 英国人从来不关心 只关心钱 那到现在呢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印度保存非常好上千年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我去查很多菲律宾的历史资料 总结出来呢 菲律宾的历史不容易统一的主要这么几个原因 那他们的统治者总是分裂 很容易去被这个外国势力给盯上 然后呢 被控制这个群岛 就是说从世世代代 菲律宾的君主就没有民族认同感 他一直都是想依附别人 那再来看地理 在地理上菲律宾群岛几乎与亚洲大陆隔绝 但由于避邻泰国呀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也会受到印度和中国的这个贸易路线的一些影响 但是他们有改进吗 没有 他们对贸易或者说是自主创新 对吧 自主这个贸易 没有不感兴趣 他们习惯上去依附 这就是像 这是为什么呢 我就在想为什么 人类啊 本能就是去拓心去获得去占有去拥有 对不对 但是菲律宾没有 然后我结合了菲律宾人的宗教观念 菲律宾人是高度梵灵论者 他们仍然相信任何来自自然的神灵 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梵灵论者 就是以强烈的印度教和佛教创出来的 他们认为更先进更文明的 或者属于一种民间的宗教 那么现在菲律宾呢 主要以基督教为主 也就是基督教通过强迫的皈依 摧毁了原来的这些民间宗教 那这一做法导致菲律宾人变得 反正我觉得有点愚蠢吧 或者就是没有思想了 这也是让他们崇拜白人文化 和变得更加贫穷的一个条件 一个原因 菲律宾人被认为是非常可怜的 他们彻底的被两个殖民者给洗脑了 哪两个殖民者呢 一个是西班牙 西班牙统治菲律宾长达333年 按平均年龄50岁算 因为以前人活的年纪短一点嘛 那也需要六代人还要多 你觉得他们会记得自己的历史吗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 从1899年到1946年 47年又是一代人 起码是七八代人 那当时呢还处于是二战之中 1946年呢才获得独立 被殖民了那么长时间 七八代人 这也导致成为殖民者的菲律宾人 彻底相信 殖民者具有优越性 他们甚至相信他们是因为自己的烈士的种族 这直接导致他们放弃寻找自己的历史价值 也导致了他们的后代对国家的历史 知识或者文化 少之又少 一个没有历史文化的国家 怎么会有凝聚力呢 没有凝聚力的国家 又怎么会有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呢 您觉得呢 好 关于菲律宾的视频 今天先到这里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说 我会不定期的讲哪一个地方 并且根据粉丝的提问 然后做一个每个地方的合集 也有可能 哪个话题 要做进一步的衍生 我会做一个合集 那说到 做到说全 说细致 因为有些问题 你靠一个视频 根本讲不清楚的 反而造成 很多朋友有很多矛盾 或者有很多问号 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 想要了解的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感谢您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聊 拜拜